今天的话,原则上我们是最后一次上课 那原则上呢,上个礼拜的重点 不外乎就是把前两类 前面的那个症状考试第一跟第二类 挑起一个比较重要的来做说明 大家有一些题目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细部的解说 那当然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那个 就是云端上面的这个症状考试的题目 也许你可以把它再打开来 里面的话,第一类第二类在这边 当然解答在这边 如果你有细部想要更了解的话 那也许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这个我们症状考试跟实际上的那个练习 最大不一样是说 症状考试它有个标准答案 而且它是填空题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参加考试的话 那当然你就把那个 空白它要你填的答案把它背起来 但是如果你一般自己要做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照它的标准答案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这上课我是希望说 我们暂时不要先有一个标准答案 也许我们可以挑 你觉得比较顺手的方式来断解层次 那上个礼拜的第一类第二类 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类 所以请各位帮我打开那个第三类 那个上礼拜有提到 就是第三类里面的那个303这一题 那303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国财批发市场的拍卖行情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是说它会需要用到一个Pandas 它先帮我怎么样 先把那个就是西瓜跟香瓜的拍卖行情 把它先读到那个我们的这个Pandas里面的那个Data Frame 那当然呢 有这种就是说它这个题目实际上 已经给我们这个像什么呢 像上面的Colens 那Colens总共有四个栏位 OK 那Index的话有这些了 总共的话有几列呢 那大概从零开始 总共的话24680 所以零到9 OK 那中间的部分的话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Data 那当然呢 这个题目实际上呢 已经给我们固定的这个资料了 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个云端上面 可以找到这个答案的部分 在哪里呢 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这边有一个试试码 试题的试试码 它打开之后呢 你们可以看到是在参考的答案 是在第35页的地方 那它首先的话已经给我们哪些东西呢 包含就是说已经给我们 已经帮我们input一个Pandas 然后呢Data也已经给我们了 然后Index Index 应该是9个 等于Linout 9 等于10个 10列了 OK 它的这个ID的部分 然后呢 它的栏总共有4个栏 那它对照下来 其实这个Data 其实一定也是二维的阵列 OK 所以里面应该有10个资料 各自呢 也是里面的话呢 各自也有4个栏位的资料 所以跟底下Index Colent一定是可以搭配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已经有这三个的话 我前面展过了 在利用什么呢 PD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Data Frame 那分别把Datas给它 OK 然后Colent给它 Index给它 这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 所谓的DF的一个物件 OK 那当然了 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其实你们也可以练习一下 就是如果说假设 我们这个资料 不是预设就已经有了 而是说我可能是一个CSV档 或者是说我可能是一个Excel档 那当然你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方式 比如说在云端上面 我一样在底下有放一个档案 叫做RAID 303.CSV 当然你可以把它按右键下载 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另外你也可以怎么样 用读取的方式读进来 那因为呢 在那个Pandas里面有一个方法 它叫RAID底线CSV 那你想要告诉他说 你路径在哪里 那你的编码方式是什么 不过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编码方式按右键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EditWisNordepayPlus 上面有一个编码 它这边应该会显示出它的编码 它的编码方式应该是ANSRM 或者是说呢 如果讲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记事本 记事本你把它另存新档 它会显示ANSRM 那ANSRM的话 Incoding 记得就不是Youtube吧 你就要用CP950 不然的话会产生错误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几个方法 第一个假设我希望呢 把这个资料先读到那个DB的话 那当然你们可以先拿那个云端上的资料 来练习吧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35页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找到这个 然后一直到print 第一段这里 OK 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后直接呢 把它开一个新的module 直接把它Ctrl B 贴上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第一个 这个它就已经OK了 所以其实理论上应该执行没问题 这边就会有它的四个栏位 然后九笔资料 分别里面的资料就有这一些 OK 那练习OK 可是如果说你要练习另外一个 你觉得老师我现在我这个 Data Frame 我不要 透过那个什么呢 预设的 因为变成说 有一种 就变成你要先有些这些资料 才有办法产生那个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把上面的 这些包含什么呢 这个Data Data跟Index 这些 Data Frame 这个把它Ctrl加1 Ctrl1的话就是注解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什么 内线的 我要读进来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什么 产生一个DF 后面的话就不是用Data Frame 而是用Pandas 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Read 底线 因为它是一个CSV 不然它会显示出来 现在蛮方便的 其实它可以读蛮多的 包含什么 CSV 有没有 Excel 甚至是HTML Jason 这些其实都可以 OK 那如果你要读CSV的话 有没有 你就CSV 要钱刮股 再来的话呢 你给它一个路径 路径的话 我放在 前面加个小R 我放在哪里呢 因为我下载是下载这里的 所以我点一下上面路径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你可以用复制的 把这路径给它 然后贴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一个斜线 然后底下的党名跟副党名 我也建议你干脆用选的 把这个名称给复制起来 然后一样放在路径的后方 记得要加一个反斜线 OK 那当然如果理论上它预设的编码是CP90 UTF8的话应该OK 可是你现在执行会发生一个问题 它会出现错误 那错误它跟你讲说 你这个编码方式 它不是UTF8 所以会发生错误 那如果你假设来以后你看到这个什么 unicode decode L的话 通常应该就知道说 这个CSV 它不是用UTF8编码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叙述 应该前面类似开档一样 encoding 就编码方式给它一下 encoding等于什么呢 你跟它讲一下 这个是CP950 OK 不过它名称很多啦 其实CP90就是NSI 也是Big 5 当然它这边理论上 规则里面习惯上用CP90 所以你可能要记一下 OK 好 那你给它一个编码方式是 就是那个CSV存档的方式 然后你把它执行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资料也会被读到 被读到这个里面了 OK 所以 而且你们可以试一看 要不就是内建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内建 通常是外部读取 可能是一个CSV档 可能是一个ECL档 或者你也可以把CSV定存成ECL 读读看 也许也有可能是一个Jetson档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就不需要再建这上面这三个了 OK 不然的话 将来 你要把这个Data Fan产生还真蛮麻烦的 那如果你用Read的CSV读进来的话 那其实理论上 这个后面操作也跟上面产生的资料的物件是一样的 OK 所以第一个你们先试着把在云端百碗上面的303 那层次部分的话是在35页这里 OK 35页 然后我有在云端上面放一个Read303.4页 你们可以把它改成用读取的方式来把它读进来 那后面的话呢 题目又要求要做哪些动作呢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其实它就是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把资料先读进来 OK 所以 输出 TimeMan 然后 所以我们A已经 所以底下总共ABCD 后面的话呢 它还要我们怎么样 利用西瓜的价格 因为总共有几个栏位 总共有四个栏位 哪四个栏位呢 分别就是那个西瓜价 好像说西瓜价 西瓜量 香瓜价 香瓜量 OK 四个栏位 然后它第二题的话 希望我们利用那个西瓜价做排序 有没有 目前好像这个排序上面排序 所以我如果希望按照这个排序显示出来该怎么办 那地增排序 地减 OK 不是地增 地减 所以有一个参数 上礼拜有做到 有个Ascending 等于什么呢 True的话就是地增 False的话就地减 OK 所以我们就给它地减 然后输出之后的话呢 输出各市场的西瓜的价钱 所以它不是要全部 它只要西瓜的价钱就好 所以最后呢 只能够取 取一 一栏而已 不是取 四个栏全部 它只要四个栏里面取一个栏 OK 那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呢 计算台北一 台北一在哪里 其实台北一就是这一列 理论上是 如果以列来算的话应该是第三列 OK 如果呢 他还说第三列的资列 他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价钱 其实就是 把这一列资料抓出来就对了 抓这一列出来 其实方法蛮多的 上个礼拜我们特别 最后特别提到 两个方法 有没有 那两个方法非常的重要 其中我觉得ILOC 应该是最重要的 ILOC就算哪一栏 哪一栏哪一栏 那你只要跟他讲哪一栏就好 后面栏全部 那他全部抓出来 那或者是 LOC 所以其实 在抓资料上面 其实ILOC跟LOC 还是两个方法非常的重要 那我个人觉得 如果抓数字 哪一栏哪一栏 那就ILOC OK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最后的方法要修改资料 那修改资料我怎么修改 比如说其中的话 把 三重四改成三重区 香瓜架改成 对了洋 洋香瓜架 有没有洋香瓜量 所以呢 等于是说香瓜变洋香瓜 OK所以 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可以把 这个 三重区 三重四要改三重区 那这里因为三重四 它是 放在index的阵列里面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 改动它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该怎么改动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只要是看到什么 香瓜这两个字 就有点像取代 变成洋香瓜 那 当然 它这边有 所以 这个是在 colons里面 这个在index里面 所以变成你要分别利用index 跟colons OK 去 变更它的资料之后 然后呢 再重新读取出来 其实就会是更新后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 稍微 看一下 把它要的 这个 总共A 到D 这个地方 先试着 做做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题目跟答案的话 基本上都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上面的那个 叫做Python3截取 与分析证照 的第三类 这个是题目 底下这个地方呢 是解答的程式 OK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讲那个303 这一题 303 OK 所以你们可以先怎么样 找到那个云端上面的答案 我是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 试题解答里面的35页 OK可以先 先看一下 总共他有 四个需求 那分别就是说 先把字来列出来 然后再排序 只产生 只要西瓜酱 然后 再来又取台北一 等等这一群 你们可以先试着试着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就会看 然后大家看 再来看看 现在又来看 再来看 多awn 再来看 这六个疗 只能够 这意味的 大 对 这 这 也 是 好 来